欢迎收看1月17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星龙 云丁写下三年最大涨幅 其他蓝筹股也纷纷走高 带动马股上涨 币时收报1682.97点 全天上升了9.89点 汇率方面 马币兑换美元的货币汇率延续跌势 下跌至4.112000凌 接着来看今天写Black & White的单元 大马汽车商工会MAA 昨天狠批政府 手脚慢 国际贸工部今天迅速回应说 问题出在前朝不是新盟 对行车售价 批准进度变慢的批评 贸工部强调 有汽车公司在前朝政府时期 绕过了汽车商业发展委员会ABDC 直接从财政部获得奖励 导致审核不够全面 包括没有鉴定政府 所将得到的投资回酬 因此在新政府希望之下 财政部和贸工部一致认同 所有汽车公司的奖励申请 都将会由汽车商业发展委员会 全面审查 以确保公共基金以及纳税人的钱 能够为了人民的福利 而得到充分的利用 换个焦点 产业市场供过于求问题恶化 政府计划在三月主办展销会 以协助减轻产业供应过剩的压力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祖莱达说明了 这一项为期三天的展销会 将会以折扣价提供过剩的房屋 希望可以为人民提供价格 能够符合的住宅 另外祖莱达也说了 若佛森林城市发展商 将会提出解决这一个发展总值高达 1000亿美元项目的 可负担房屋供应问题的应对方案 另一方面 重访商界的陈志远越来越活跃了 今天再提出了新的商业计划 打算斥资 16亿4600万领期 在日本冲绳发展四季酒店项目 预计发展总值高达41亿领袭 陈志远今天再次说出了 任何资产皆可卖的名言 不排除未来会卖掉冲绳四季酒店 也正在恰商分拆酒店业务 与新加坡上市的计划 他认为了 虽然英国脱欧协议触交 但成功集团在当地的汽车经销业务 并不受到影响 因为这些业务属于奢侈品行业 在管理良好之下 表现不跌反弃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本期财经Expresso 由华侨银行 宏富理财荣誉赞助 不管孩子的梦想有多大 华侨银行 宏富理财 时时与你同在 祝你实现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